哎呦张姨换新衣服了啊 肯定是楚清给您买的 大嫂就是目光如炬 张姨换身衣服你都看出来了 啊你看看这个啊这边 你看看这做工便宜不了 楚清真是费心思了 哎大嫂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好像张姨到我们家来 我们就有了一口图式的 你看我这张破嘴 对不起啊别多想 来喝水吧 哎呦张姨 怎么让您给我们倒水呢 您是长辈应该我们给您倒水啊 这怎么反了快快快 坐下坐下张姨 哎呦真是 楚清啊 这个就是你的故事了 你说张姨是长辈 怎么什么活动上张姨干呢 张姨又不是你们家请来的 那个保姆 对不对 哎大姨 大嫂你什么意思啊 你怎么现在变那么尊老挨幼了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你说张姨好不容易回来了啊 得让张姨清静清静 好好休息休息一下 怎么什么活都让她干呢 大嫂 楚清也没少干啊 您变化的真快 我们都跟不上您节奏了 你真快 大嫂你还是坐那儿歇会吧啊 刘帆去床借着水果过来 好你先抱着孩子 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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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给我 让我看看我们的小宝贝 小宝贝 你说你多有福气是不是 奶奶都来照顾你了 看看这个 这身衣服可便宜不了 张姨 你 não medicine 很喜欢的 你什么 你嫂给买的呀 你说这小宝贝 你说你多会有福气 奶奶痛 � price 我妈买的 好玩 差不多 老三 squared 回来 回来 快 zeggen drop 快 let нам 快点 快点 来来来 哎呦 哎呦 真是 哎呦 哎 都走了 好呀我都说错了那么话 其实 我说的都对了 本来嘛 气死我了今天 又怎么了 你们老三太没良心了 我今天去了趟老三家 啊 你猜怎么着 你说张一都那么大岁数了是不是 我把张一接过来住在老房子 那是让张一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的 好吗 他们 哎呦 还把张一就把就当成免费保姆了 又是带孩子又是拖地做饭洗衣服的 有这么当老八子的吗 张一 到那是为了赵老的储亲 孩子不是还没满月吗 那储亲他不是说 还有一个什么远方的表妹吗 啊 不是说那个 什么远方表妹来照顾他吗 人呐 人呐呀 我就怕你这么 咱不挑事想 啊 不是我挑事真的 我就是替张一鸣物品 哎 我说啊 晓冯回家准饿 烧饭吧 我今天心情不好 你坐去 哎 饿我受 哎呀 你想什么呢 想大嫂 你想大嫂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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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婷啊 不是啊 我在想大嫂今天来咱家这事 我觉得特别奇怪 我也在想这事 你也在想 你说 大嫂 什么时候主动到咱家来过呀 说明是无事不登三宝店呀 可是他今天也没说什么呀 所以我就觉得蹊跷啊 你看 他对张一那个态度 和以前 简直就是派出了两人 你不也对张一挺好的吗 我对张一好 那是因为 他在这儿来伺候我 以前 我觉得挺对不起他的 现在 他对我 对孩子都那么好 我感激他 还有呢 还有 反正张一 又不在咱们家常住 怎么了 你看我干嘛呀 那要是张一在咱们家常住呢 那我就要 仔细斟酌斟酌了 说情他到底想干什么的 这么一大夹子这儿 都是完完长次 不行 我要先下手为强 人生的小区 你还没什么 再继续 好 我还是要 我还没想到 他来说 我还没想到 那是 我还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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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挺一点 挺一点 还挺一点 还挺一点 挺一点 师傅再走 师傅 我给你多给点啊 来 把前面的白车跟着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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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小姐啊 太太 我看着有那么老吗 女士 女士 你看我一紧张 我就说错话我 我认识你吗 你是不认识我呀 可是我认识你 你认识我 我认识你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王燕 你叫什么 我不感兴趣 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说吧 这 这不太方便 咱们从那儿去说 行啦 就在这儿说吧 你说我找到你这么长时间 太不容易了 今天总算是见到您本人了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呀 是这样啊 前两天 你是不是陪一个岁数挺大的阿姨 在商场给她买衣服买鞋来着 对呀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她是我亲人 她是你亲人 我是她亲人 她是我姨妈 失散多年的姨妈 那这么说 你已经找到你失散多年的姨妈了 可不是吗 这都托您的福呀 这以后我跟我姨妈可以 经常去拜访您了 不必了 她跟我们家没关系 对了 你回去以后告诉你姨妈 安分手挤地在家待着 别成天想着勾引有钱人家的老人 什么叫勾引有钱人家的老人 你 我跟我住院 朝你姨妈来当陪护 她呢勾引我公公 所以没办法 我就把她赶走了 这 这不可能啊 这 这 信不信有你 行了 我还有事 告诉你姨妈 好好在家待着 如果再让我知道 她对我公公图谋不为 那我绝对不客气 你干嘛呢 我还问你呢 电话也不接你干嘛呢 你能有什么重要事啊 也不能帮我电话的 那你站住 谁病了 没什么病啊 没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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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去 我呀 炖点鱼汤 你以前不是跟张仪送这送那吗 干脆 你给张仪送去得了 别往回里呢 张仪现在不住在老房子 我知道 她住在楚清家 干脆 你以前不是跟张仪送这送那吗 就算是看楚清得了 哎呦 你还想去看你弟媳妇啊 啊 你什么意思 你心里想什么呢你 说什么话就是啊 人话 开门 开门啊 这两年你都说什么话呀 你都让人笑话 不是你 你真让人摸不透 这到底又怎么了嘛 啊 我饿了 去蒸米饭吧 这鱼汤我喝 锅里还有呢 我就喝这个保温瓶的 这是张仪的 张仪 哎 是你的张仪重要还是我重要啊 怎么说话呢 啊 我说咱们有什么事 能不能给找张仪的妈妈 以前对张仪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现在就 以前那时候我有病 现在我病好了知道吗 你拿碗去拿碗去 这脑子真跟不上我的脾气 这脑子绝对不能让张仪再出来了 你要去哪儿啊 我出去一趟 饭都整好了吃饭吧 我回来再吃吧 这汤给我留着啊 留着我晚上回来喝 我来说 走 我真打算在外头常铺 行 行 我知道 哟 自己依然跟着郁闷了 又喝一杯 喝酒没事 关键 这喝酒能解决问题吗 到现在 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洋雨把东西都搬走 全部 真的吗 真的 适量的 适量的 少喝点 您别回头事没解决 您先把这一罐拽了 放心 我不是借酒交醋逃避现实的人 只是 我这好说歹说什么方法都试过 怎么就没用呢 哎 这洋雨是个救人一时使个小幸的 那不会真的 我知道他不是当真 可是 洋雨这么一直住外头 明天 我爸他就出院了 我爸一回家发现洋雨不在 你说我爸会怎么想啊 哎 哎 现在局势很复杂 不光是你这边 我这边也是啊 你那边怎么 人没跟我提过 我跟你说说 小家庭就是大社会 这话一点都不讲 你看他们家两个儿媳妇 都以为张仪发了财 所以是张仪现在寄居他们家 完全是一种假象 一旦戳穿了 张仪又没叠住了 不赶紧把张仪接过来吗 哎 你跟杨宇这都十来连的夫妻了 你说张仪要去了 他真跟你离啊 那到时候就热闹了 有你爸这边敲锣打鼓的结婚 您那扫梅打眼的离婚 那可恋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有啊 遗嘱啊 什么遗嘱 刘云他爸那遗嘱 被他大嫂拿过去做了假 其实那房子就有张仪的 可刘云死活 不让大伙提着遗嘱的事 说是要维护家庭的和睦 不是 冯凯 那话说 我觉得刘云这么做没有错 你也这么认为 嗯 行 你们都是高人 就让我一俗人 俗的不能再俗的人 咱不说来喝酒喝酒 我妈妈没问题吧 没问题挺好的 来给钱 好谢谢啊 谢谢你啊 喂大嫂 喂 又员 我把老房子的锁换了 好端端的 干嘛换锁啊 锁坏了 锁没坏 我就是觉得 最近张一在楚清那儿住得挺好的 而且张一现在记忆里也不好 老丢东西 所以我就把锁换了 那行 那我一会儿过去 再拿一把新钥匙过来 不 这就不用了 新钥匙还留在我这儿吧 那张一要是回去 想拿个东西什么的 你怎么进屋啊 那个张一的衣服要什么的 我都给他收拾好了 你就过来取吧 你尽快啊 我就在老房子等你 一个小时之后呢 你要是还不来 那我只好把张一的东西都扔门口了 你要是和顾刚因为这个事 闹离婚 那可真不值得 你今年多大了 三十好几了吧 离了婚 谁吃亏啊 是你 现在剩女的大把 到处有事相亲的 你要是离了婚 二手女人 立刻就贬值了 人家顾刚不一样啊 人家是钻石王老五 那是升职的 三十多岁的男人 事业有成 相貌英俊 多少女人 那都虎视眈眈呢 行了 有完没完呢 我说你啊 那就别任性了 要不咱们想个别的办法 两个人退一步嘛 你有什么办法 老爷子 那不是孤独寂寞的吗 不是想找老伴吗 咱们给他找一个门当户对的 没什么负担的 怎么样 你看着我干嘛呀 我说真的 没跟你玩 那你有合适的人吗 我有一个朋友 他父亲去年去世了 母亲一个人在家 六十多岁 有退休工资 医保啊社保 什么都有 没什么负担 跟你们家老爷子 正好登队 你带我去看看呗 行 今天晚上咱们就去 给自己选婆婆嘛 自己也得先满意 对吧 德行 来啦 来啦 喝吧 要喝水你自己的啊 大嫂 有什么事呢 又远 其实我特同情咱们张姨 你说她这次回家呢 作为刘家的儿媳妇 我应该好吃好喝的伺候着 对吧 毕竟人家还照顾了咱妈 那么多年呢 而且我也琢磨 这些年对她也不是特别好 其实特想弥补一下 结果呢 结果怎么了 大嫂 别让弯子直说 结果就是啊 很多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样啊 什么意思 刘云 在医院做陪护 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说明她能自力更生 有骨气呀 很好啊 咱们做晚辈的应该支持 是吧 可是你不能利用工作之便 勾引人家的公公 这就不对了 这话您是听谁说的呀 听谁说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无风不其浪 你说谁平常无故地造这种谣啊 我是刘家的长嫂 反正啊 你张仪既然对我爸无情 那好 对不起了 你就别怪我对你不义 要把张仪赶走 对呀 这种女人你留着她干什么 你们不要脸 我跟你哥 我们还要脸呢 大嫂 你说这个话是要负责的 负责的 绝对负责 一定负责 我后悔 后什么悔呀 后悔 还算我早就看明白了 哎呀 你现在想什么呀 什么干什么 找老张去把事情弄清楚啊 我一定要让你大嫂知道 她自己是一个多么可笑 多么可悲的人 你以为我不想了 我当时都恨不得一巴掌打过去了 你打呀 我支持你啊 她是我大嫂 我能那么干吗 我还得照顾我大哥的面子呢 哎 照顾你大哥 那那那就是说 无论王爷怎么为非做的 为了你大哥的面子都放在一码是不是 那现在的事情不是还没到不能收拾的地步呢 天哪 那怎么叫才无法收拾啊 你非得让楚晴把她轰出来 那才叫无法收拾啊 现在张仪在楚晴那儿 住的不是挺好的吗 行 刘雨啊 你们家的事 你爱怎么办怎么办 我不管了啊 但是有一条我要告诉你 如果张仪被轰出来 是绝对不可以住在我们家的 你看我干嘛不懂对吧 那我再跟你重申一遍 就说假如啊 假如楚晴把张仪轰出来了 张仪无家可归了 没地住了 她是绝对不可能住在我们家的 道理很简单 这个房子分明就是张仪的 你就不说穿 你非要什么维持这个家庭的和平 你当你和平大使 那我问你 凭什么我要做那个冤大头啊 现在张仪在楚晴那儿住着 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呢 哎呦 那万一万一张仪回来了 一堆门进不去了发现 在让王爷挤了一通 我告诉你张仪当时死的心都有 你不信是吧 我就知道你那流云什么样的人 你是不见王和不死心 不到人家不回头 你大扫什么人我比你清楚 吳之谄 张仪 我出去一趟啊 你去哪儿啊 我到老房子拿点东西 背背 heut睡着了 我一会儿就回来 你别去了 有什么我来买 多 Bite 别什么冬嘛 那我马上就回了啊 那你慢点啊 张姨 喂 大嫂 什么事啊 好好好 行 拜拜 碗桑 还有什么事 最关锻的 下场 你回过ног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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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晴 你是不是打算让张一长期在你们家住下去啊 不会啊 等孩子满约后张姨就会回老房子的 大嫂你别害怕 我和你不一样 我不会让张姨留在我家住的 初晴 你误会我了 我没有误会你 我知道 大嫂是害怕我把张姨给抢走 我承诺 我不会把张姨给抢走的 初晴 你大嫂这个人啊 虽说是招惹人讨厌毛病多 可我今天就想跟你说点掏心脖子的话啊 大嫂 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你说前阵啊 就张姨失踪那事 你说咱们一个个都急得什么似的 尤其是你大哥 那真叫热锅上的蚂蚁啊 咱们都以为张姨在外面受苦受难呢 所以呢我就把老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张姨想吃什么想喝什么我都满足他 为什么呀 那不就想让张姨回来以后能过得舒舒服服吗 没想到啊 她能干出这种事情 什么事啊 勾引老头 还勾引一个有钱人家的老头 结果让人家儿媳妇给赶出来了 真的啊 我能骗你吗我 张姨被赶出来之后呢 就回到刘云家 刘云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一肚子坏水呀 给张姨买这个买那个 好像张姨在外面没有偷汉子 好像挣了钱发了才回来了 这就是刘云的障眼法 把张姨打扮得漂亮的富泰的 好像很有钱的样子 为的是什么呀 就为了让咱们同情张姨 巴结张姨讨好张姨 我一想到啊 就这娘俩干的这些事情 我恶心的 我都想吐我的 初晴啊 还是咱们俩的关系好对吧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刘云她是嫁出去的闺女了 跟刘家任何牵扯都没有 可咱俩不一样呀 咱俩是刘家的儿媳妇 你说家里 多了这么一个不守复道 不要脸的厚婆婆 这家里日子以后怎么过 怎么过 反正老房子 我不会让张姨再住了 我把锁都换了 当然 你要是菩萨新城 那就让张姨住你们家吧 反正我既然跟你说这些话 你好好走我们走了 走了啊 爸 都收拾好了 你可以回家了 我今天出院 我现在 杨宇都不来一下 看来头意见还真是蛮大的 爸 没有的事儿 您千万别这么想 不是我这么想 这不是事事摆在这儿吗 爸 真不是 杨宇她 她真的是出差者 出差了 嗯 那么巧 是 就这么巧 来 走吧 慢点 来 张姨 你吃菜啊 来来来 你怎么了 怎么了 没什么 张姨 你有没有发现 楚清这几天啊 脸色特别好看 百里头红的 好看什么呀 我都胖了 我准明天减肥 月子里哪能减肥呀 得好好养身体 就是 这个啊得听张姨的 来 我说减肥就减肥 我说减肥就减肥 你怎么了 我不舒服 好 张姨我来抱吧 我来 你吃饭吧 我吃饱了 你吃饭吧 吃完呢 不要吃了 来 你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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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管他了 他这个是周期性情绪低路 女人生了孩子都减 咱们吃饭吧 来 张姨 您多吃点菜 不用了 来 不要 来来来来 吃 来来来来 吃 这医院里啊 这医院里啊 医生啊 护士啊 病友啊 病人家属啊 人来人往热热闹闹的 你看这家里 一点人气都没有 爸 您别这么想 您还有我呢 喂 啊 什么 行 那一会儿见 爸 公司有点急事 我去处理一下 一会儿回来 对了 有件事我想跟您商量一下 我已经给您安排了一新保姆 其实无非也就是做做饭 洗洗衣服擦擦地什么的 爸 等张姨回来 咱们再给换掉就行了 您觉得呢 你都安排好了 我还能怎么样了 我跟你说啊 你抓紧把张姨找回来 别跟我拖 是 遵命 爸 那我出门了 你走吧 走吧 怎么了 怎么了 什么事儿 咱爸不是一直想找老伴吗 就这事儿 什么意思啊 我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谁 张丽一个朋友的妈妈 去年老伴刚过世 是退休的知识分子 哎 一个月 退休金两千多呢 人不错 有文化又勤快 我觉得 跟咱爸特合适 这 你是在包办婚姻吗 我告诉你啊 我能包办婚姻就不错了 我这是在让步你知道吗 我能理解 你爸孤独 我也愿意让他找个老伴 可这事儿 必须得过我这一关 杨宇 是咱爸找老伴 不是你找老伴 那他找的老伴 就是我未来的婆婆 怎么就跟我没关系啊 那我问你 如果咱爸不同意呢 哎 我找的这个 条件比张姨好多了 他干嘛不同意啊 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 杨宇 其实条不条件那是其次 老人家也是讲感情的你们 什么感情啊 你爸跟张姨感情就伸到那份上了 没他活不了了 如果真是这样 如果真是这样 我无话可说 行了 我不想跟你吵架 总之呢 我希望这件事情 你还有你爸 好好想一想 找个合适的机会 让两个老人见见面 你想好了 给我打个电话 你想什么呢 没什么 我就是觉得 张姨天天忙里忙外的 太辛苦了 刘凡 嗯 要不 就让张姨回去吧 我看 还是让我妈回来 照顾孩子吧 你不说你妈忙吗 她现在不是不忙了吗 你上次还说 张姨比你妈会照顾孩子 怎么又变卦了 睡了睡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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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了 还行 大烹饭 洗手 水 这不前两天才洗的吗 你怎么又要洗 洗腮天上 你能不能还两天再行 张仪这两天身体不好 再说了 你也不能什么也不干的 张仪一大把年纪了 这身体能受得了吗 断了一下身体 对张仪是有好处的 我真拿你没办法 这张仪要是累病了 我看你怎么办 以后家里的事 你少管行不行 还得太久 张仪 你歇会儿吧 张仪 张仪 你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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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仪 你最后来 张仪 你最后来 快起来 张仪 张仪 咱还是去医院吧 别害怕 不害怕 不害怕 不行 一定要去检查一下 初青 你去收拾一下东西 好 张仪 到这里 缓缓 别害怕 不要接他 喂 初青 什么事啊 张仪病了 张仪病了 嗯 而且 你看 我还没出月子的 这家里啊 还有孩子 刘凡也忙 这两天 你就在医院照顾张仪吧 等他病好了 你就把他接回去 让他在家里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这照顾孩子实在是太累人了 我也不想让张仪太受罪了 你看呢 知道了 哎 再见 二姐 张仪 大夫说了 您就是劳累过度了 等在医院休息两天 然后我就把您接回去啊 嗯 把我接哪儿去啊 我住哪儿 我就把您接到哪儿 那可真是的大麻烦 您怎么会是大麻烦呢 来 进去个苹果 您看 什么意思啊 意思很简单 要么就让张仪住的 要么就问你大嫂王晏 要房子 非得现在跟大嫂撕破脸皮啊 你当你谁 你当你这关世音呢 他有那么值得你躺过吗 最后一次 再给大嫂最后一次机会行吧 刘云同志 你到我们家那房子这橡皮做的 想这多少人就这多少人进的 你看 你一向是最有同情心的 行了 少跟我来这一趟啊 你要不这么办吧 你要能舒动咱妈 你爱怎么干怎么干 行了吧 爸 我想跟您商量一下 什么事 是这样的 其实杨宇呢 他也挺希望您能找个老伴 那你把张仪找回来呀 是 爸 那我问你一下啊 是不是除了张仪之外 其他人您都看不到 对 行 那我知道 那我就不说了 你有什么话 你就直接找他说嘛你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杨宇呢 他也真心希望您能找个好老伴 所以他想是不是给您介绍一更好的 拿住 我知道您想说什么 我不想听 爸 您不爱听我就不说了 下午啊 你带我去看看张仪 行 爸 我来安排 好 喂 顾刚 张仪病了 我现在就在医院了 好 那我等你 老师 我一会не别打算 我一会去 刘雨 哎 顾刚来了 张仪 哎 你怎么来了 刘雨跟我说 您住院了 我要来看看您 谢谢 我没事 坐 谢谢张仪 你爸爸怎么样了 我爸挺好的 已经出院了 那好 说明那就是好了 张姨 您也好好养病 等您好了之后 我把您接回我家去 你爸爸要是想吃什么 我做给他 让刘云带过去 要不你来拿也行 张姨 您还生气呢 我不生气 我是说 我不去你们家 我不愿意 因为我给你们家带来麻烦 张姨 顾刚就是来看看您的 这回我是真的没办法了 我大嫂呢 把老房子的锁给还了 楚清大号 把张姨往医院一放 大早人了 怎么会这样的 本来不是好好的吗 我大嫂 不知道听谁说的 说张姨在医院 给人做陪护呢 利用职务之便 勾引有钱的老头 这么过分的话 谁说的 要我猜 要我猜 这话除了杨宇 都没有第二个人能说得出来 不应该呀 杨宇跟你大嫂又不认识 鬼才知道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